望献鞠 韩光君 泽吴君 江宗主 灭宗主 还有金宗主来了 嗯 知道了蓝望鸡此刻正拥着怀里的兔子在画画呢 魏英 你是否出去 还是想休息 怀里的兔子发丝蹭得太痒痒 嗯 一起吧 一定是为金光瑶的事吧 跟鹰虎扶有关 它就不能袖手旁观 扶起怀里的兔子 拿过披风细细的记号 拢了拢铃口 才牵着兔子向前厅走去 望鸡 吴县 仙都 魏兄 魏吴县 大舅舅 嗯 你们都来了大家互见了一礼 魏吴县 你身体怎样了 金灵跟我说了你的事情 可因为金光瑶的事 我一直没脱开身将成满脸的担忧 是啊 魏兄 恢复得怎么样 大舅舅 你那天吓死我了金灵半跪 在魏吴县面前 抱着他的腿哽咽道 江城 灭胸 我没事了 这不好好的吗 金灵乖 大舅舅可是仪灵老祖 哪那么脆弱 魏吴县揉了揉金灵的头发 宠溺地说道 望鸡 你明知道吴县的身体状况 怎能让他去涉险呢 蓝锡尘从近来就低头思考着什么 见众人停下 才接过道 是望鸡的错 蓝望鸡微微低了低头 兄长 你别怪蓝战 是我逼着他带我去的 也是我非要使用陈情的 嗨嗨 可嗨嗨 魏吴县看到蓝望鸡被指责 说话一时急了 咳个不停 魏英 蓝望鸡轻拍着他的背 一脸地担心 我没事 魏吴县轻推开他的手 那么多人看着呢 请喝一看 来 喝水一杯水已到了口边 这个小古板 魏吴县难得脸红了 嗨嗨 望鸡 仙门百家可有阿瑶 不是 金光瑶的消息传来蓝锡尘手倾握成拳 抵在鼻尖倾壳着 试图转移大家的视线 可是一开口又尴尬了 并无 那日他被避陈所伤 必定也是伤得不轻 可能躲在哪疗伤吧 蓝望鸡终于把视线 从那人身上抽回来 正是大家 收到江城传讯 我一面去观音庙收敛大哥 一面派人搜寻金光瑶 也是音讯全无说道大哥 聂怀桑有点情绪低落 声音也有点哽咽 嗯 那天你传讯给我 我赶到观音庙 就看到遍地狼藉 棺木打翻在地 金光瑶和鹰虎符都不见了 而赤丰尊 就散落在地上 江城说着 侧头偷偷地看了 聂怀桑一眼 我们一开始 也以为他会偷偷钱回来 可是派出弟子寻找大半个月 丝毫没有得到一点 关于他的消息 他 就像消失了一般精灵的表情 不知道怎么形容 说到底 他还是自己的小叔叔 那怕他恶贯满盈 继续追查 不可松懈 毕竟他手里 有鹰虎符 虽然他炼制的傀儡 已被我们全部烧毁 可他一定 还会卷土重来 注意看各地 有没有失踪人口 就一定会有 蛛丝马迹的 难忘机难得的 在外人面前 说那么多话 说完就低头握着 那兔子的手 再不肯开口了 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嗯 那个 也到用善时间了 我吩咐厨房做饭 大家就留下来聚聚吧 嗨嗨 卫无限说完 就低头交代着 站立在一旁的门声 卫英 蓝忘机浅琉璃色的眸子 深情款款地 看着眼前的兔子 一脸的忧怨 干嘛留他们吃饭 打扰到他和他的卫英了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 这院落不错 我们四处转转聂怀桑一开口 几人就识趣地走了出去 看到他们都出去了 卫无限背后一暖 被揽进一个宽厚温暖的怀抱 蓝湛 你干嘛 来者皆是客 更何况是兄长 将成他们卫无限一脸无奈 他们妨碍到我了 让我好久没抱到我的兔子了蓝忘机委屈巴巴的样子 让卫无限心底一软 扑哧 这才多久啊 这不是抱上了吗 侧头在那人脸上巴唧了一口 卫英蓝忘机声音低沉软糯 听得卫无限酥酥麻麻的 转头看那人好像在隐忍着什么 浅琉璃色的眸子蒙上一层薄薄的雾气 眼神已开始迷离 蓝湛 我突然想到 我想喝个汤 刚才没交代他们做 我这就去和他们说啊 卫无限趁那人呆愣在那里 正脱怀抱跑开了 卫英 你想吃什么 我去坐呀 蓝忘机坐在原地 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凉水 看着跑远的兔子南南道 用过晚膳 众人都告辞而去 蓝西尘因有蓝氏族内的事物 要和蓝忘机谈 便多留了片刻 卫无限看他们兄弟有话谈 便借口要去休息 站了起来 可能起得太急了 一阵晕眩袭来 要不是身旁的蓝忘机 把人揽进怀里 他可就跌地上去了 卫英 你怎样 蓝忘机清掰过他的肩膀 与他对视着说 挨压蓝湛 我没事 就是起得太急了 蓝西尘也快不跨过来 握住卫无限的手腕伏脉 兄长卫英怎样了 嗯 没事 无限身子本就弱 起身的时候不要太着急 缓一缓再起来 这是忘机在身边 要是你一个人 晕倒就不好了 兄长 你等我一会 我先送卫英回房 不用的 挤不落我可以的 哎 蓝湛你放我下来 魏无限话没说完 身子就腾空而起 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 途流蓝西尘一个人 坐在那里摇头轻笑 蓝忘机才不管他 抱起人回了房 把人轻轻放到床榻上 盖好被子 交代他自己不在 不许一个人起来 才转身走了出去 兄长 你 没事吧 蓝忘机何曾看不出 兄长眼底的那份失落 金光瑶身死 兄长大受打击 心如死灰地毙了关 现在听说他回来了 有了一点点期盼 可是又被无情地打断 他金光瑶 就不能安安分分做个人吗 忘机 你知道的 说没事是假的 毕竟阿瑶与我 不过他既不知悔改 我也绝不会姑息的 蓝西尘的脸上满是落寞 嗯 兄长万事小心 他那天跟我提条件 说要见你 恐怕是冲你来了 如若真遇到 留个心眼 蓝忘机也隐隐担忧兄长 嗯 别说我了 说说你吧 忘机 你们的事 兄长不该太过干涉 可是无限的身体 有些事情还是节制一点吧 我刚才给他服卖 他身体亏损得厉害 多给他顿点汤补补 蓝西尘一脸窘迫地道 兄长 哎 不说了 我走了 快去照顾无限吧 他身边不能没人的蓝西尘边说边走了出去 是 兄长 蓝忘机恭恭敬敬地躬身行礼 蓝忘机轻轻打开门 走到床榻边 床上的兔子听到声响 慢慢转过身来 魏英 你还没睡 坐到床榻边 看着床上人苍白消瘦的脸 想起了兄长走前说的话 抬手轻抚着兔子的脸 蓝湛 兄长走了 魏无限软软糯糯地道 嗯 怎么 睡不着 嗯 白天睡多了 浑身是汗 沾得难受 我想沐浴为无限动了动双手 想撑起来 嗯 我去准备热水把那兔子扶坐起来 在腰后垫上软垫 蓝忘机一手一个大木桶装满了热水 倒在屏风后的浴桶里 又绕到床前 准备抱起床榻上的兔子 蓝湛 你干嘛 不是要沐浴吗 嗯 我自己来就好魏无限地下微微泛红的脸 我帮你 不用 我还没那么柔弱 洗个澡而已 又不是残废了 看他那么坚持 蓝忘机也不敢多说 怕再坚持 他又会觉得自己没用 便扶起他走到屏风前 魏英 我就在外面 有事你叫我 嗯 魏无限转进屏风里 慢慢地吞下衣物 踏进了大玉桶 魏英没事吧 蓝忘机守在屏风外 没听到声音 不由担心到 蓝湛我能有什么事 你先看会书吧 我一会就好 恩嘴里答应着 却没离开 兄长说的 魏英身边不能没有人的 魏无限泡了一会 有些乏力 就站起身想起来穿衣 可能是在在热水里 泡了太久的原因 刚跨出木桶 一阵晕眩 又不小心踩到了水 瞬间向屏风扑过去 啊 蓝忘机一跃而起 接住扑过来的兔子 屏风应声而倒 魏英 蓝忘机看着怀里阴刚沐浴 而小脸微微泛红的兔子 桃花眼里波光淋淋 头发滴着水 蓝忘机喉结动了动 随手扯过一旁的披风 把兔子裹个岩石 魏英梅是把蓝忘机 心有余悸地问道 刚才的一幕多惊险 看来以后 还真不能离开这兔子一步 可嗨嗨嗨嗨 梅 梅是魏无限一时受到惊吓 又止不住地咳了起来 柔声安抚着怀里的兔子 直到他慢慢地平稳下来 才拿过干净的帕子 轻轻擦拭着他的尸发 蓝湛 我又让你担心了魏无限也纳闷 县舍归来后 观音庙事件自己离去的那一年 虽然身体不好 不一样风里来与离去 叶烈 除遂两不悟啊 怎么这几年和蓝湛在一起后 变得柔弱不能自理了 好像一刻都离不开蓝忘机了 再看看蓝忘机 他从刚才就一句话没说 一定是生气了吧 既知我会担心 以后就别再推开我 魏英 你是我的道理 我最爱的人 我希望你依赖我 离不开我 而不是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 怕拖累我 在我面前你可以柔弱 不需要坚强的 你明白吗 天知道他刚才有多担心 要是他没守在屏风外 那这兔子 魏英 对不起 是我话说 中了蓝忘机 放在兔子腰上的手 又紧了紧 那十六年的 司君不见君 问君何时归的日子 他怕了 他不想再过那种 没有魏英的日子 他好怕再失去 所以 整天患得患失 蓝湛我只是不想 让人觉得 我是个废人 当年我也是可以 和你打平手的人 也是六亿俱佳的世家公子 可是我现在连行走都困难 空有随便 陈情在首 却像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废人 我想依赖你 却又不想让你看到的是病奄奄 虚弱的我 我该怎么办 蓝湛 你说 卫无线头 埋在蓝望鸡怀里 全身微颤着 卫英 你有我不是吗 不管是当年 先一怒马的少年郎 还是后来风光四溢的 遗灵老祖 又或者是现在柔弱的卫英 你就是你 独一无二的 我就是想向世人 宣告主权你 卫无限 是我蓝望鸡的 是我宠在心肩肩上的人 谁也别想要动你分毫 蓝湛